喝其他飲料呢 可能會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對著健康治療 那就必須去找一些資料 然後去睡覺別人 所以這就是一種比較 異婚式的文章 可以拿來發表 可以寫文章 都可以 可以拿來寫文章 或是拿來這個當作課堂報告也可以 也可以像這個實際榜牌 實際榜牌 就是問啊 那當然這個就要留一點點小程度 而且要學生願意去跟別人接觸 有些學生就是怕輝輝 人家寫的 所以你一個人去玩困難 他可能兩三個人去一組 去找一個茶館 茶葉航 去問那個老闆 那基本上就是 你要設置這些活動 看到那個執行的能力 你要比方學校附近住友 或是比較容易長到 所以你可以自己想想看 甚至這種實際 真實的活動 是對學生來說 走出教室的學習 學生大部分都不會排斥 因為他會覺得 好像我真的在用我的語言 就是蠻重要的 好 那到這個部分呢 我到這個部分維持 我就大部分就是說 我會講一下初級班 早上我講一些操練 那中級班也是 有的時候是類似操練 但是我們要更多的就是 請他討論 你幫他討論 然後希望他可以表達意見 就是我們中級跟初級不同的地方 初級他 不是不能討論 他能討論的句子很短 你問他為什麼喜歡他就說 好喝 都只能這樣子 他沒有辦法說出什麼 喝起來甜甜的啦 給我那種很良快的感覺 然後我喝完後覺得有精神 他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所以你就知道 我在初級班的時候 我只要他能夠表達清楚 這個東西好 那個東西不好 我想要做 所以我想要做那個 就相當不錯 那中級班的時候 再讓他去發揮 這是我們最大的課程的地方 這個語言程度上面的差異 也明顯在這個地方 好 那就是我們講的這個初級 跟中級的交稅的部分 有沒有問題 都沒有問題 好聰明的一般學生 好 都沒有問題的話呢 下面喔 我前面一直一直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提問 我都希望老師要問問題 問問題 問問題 那為什麼要問問題呢 為什麼 問問題有很重要的功能在 我們先看這個 這件句話 問問題是引發 並持續不同的關鍵 有人可以理解這句話嗎 幫我說明一下這句話嗎 老師今天在教室 在裡面問問題的時候 就是可以 我一問他就要回答我 所以它是一個引發 引發互動對不對 他怎麼去持續互動呢 繼續問下去 問得下去嗎 你覺得你都可以一起 一起這樣問下去嗎 不一定對不對 所以就是你要可以設計好 想好 我問這一個 他回答了這一個 然後我可以 他可能會回答這個 我可以再問再問 然後問題中間可能找到問題 問題中間找到問題 這樣子就有辦法一起下去 所以你開一個頭 跟問一個問題 是一個 看看你的 這個教室的弧弄的 好不好 一個蠻關鍵的地方 好 那這個這個 老師的提問的 訂閱 教室的弧弄的 越好 好 那我現在這邊先講 想一下提問的功能 提問有兩個功能 兩個功能 就下面這兩個 字別你還會懂對不對 教學跟交集 就是溝通 那教學的功能就是說 我今天在問問題的時候 我是要跟學商介紹我的語法 示範我的語法 還是詞彙 然後我看他可不可以說對 然後可以跟他加強 那如果他都做好了 我就要上升 上升的意思是說 我讓他的這個 比方說我剛開始講 是一個簡單的 我可以例句上面難以列 然後可以從這個簡單 到達複雜的那個情況 可以讓他更高的層次 那交際功能就是 我讓他跟別人溝通 有主流的交流 有主題的交流 然後就會互動 就會持續互動 最後問題 剛剛我講的重要功能就在這裡 所以教學功能很重要啊 我們早上才會說 你要按照課文去問他 因為課文的問題是教學的功能的 教學就是他要學會書上的東西 然後呢 你不要跟別人用 所以你要有共同功能 交際功能的問題 我們講的這個功能 那種類 如果按種類來分的話 按種類來分就是認識性提問 或者是回應性提問 那這個意思就是 我問問題的時候 再分兩個 一個是教學 一個是信息 這就跟剛剛這個意思是一樣的 就是有教學功能 我教學提問 對 課文導向 所以呢 就是我們剛剛做的事情對不對 我問這個 課文裡面 我說 他們校園怎麼樣啊 他們學校美不美啦 那個誰比較帥啦 完全是在按照課文的方面 去問一些事實 問一些推定 就是要讓他知道 課文在教學嘛 那有的時候 我要做一些 什麼解釋啦 或練習這些 我們後來就跳出來練習 對不對 加強他這個固定的這個說嘛 所以 提問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可以在教學方面 讓學生把書上的東西說清楚 就是很重要的功能 可是呢 那這種 這種練習 多半都是 侷限在書裡面 而且呢 你會覺得就是被限制在書 你是老師掌控 因為根據書來問嘛 那學生就是 知道答案就在書上 老師也知道答案就在書上 所以老師都是平知互問 平知互問哦 我明明知道答案就是這一點 你會告訴我 你會告訴我 為什麼路上 你車很多 所以塞車 我明明知道的時候 我還是要問 因為我要看 你知道不知道書上的問題 這是所謂的這個這個 教學提問 重要 當然重要 可是不要 不要一直都在教學提問上面 所以你問完了教學提問 你要問信息提問 或是問資訊提問 就是說我要問一些真實的 我可以得到一些新的資訊的問題 就像什麼呢 像剛剛我們在後面說 哎 你覺得哪一種女生你很喜歡 什麼什麼 就是這種自己可以發揮的 而且是開放性的問題 你自己覺得 東西幫女生有什麼樣的 有缺點 你認識的朋友 你要讓他自己去 把他的想法說出來 提供一個新的信息 信息 或訊息 這就是 就是我們教學另外一種 溝通的功能的提問 這兩個 這兩個要搭配一下 書籍班 這個一定多 這個一定少一點 慢慢慢慢 一定要 這個 這個跟這個的訊息 一定要 不能讓訊息提問比 看起來比這個教學提問還少 因為訊息提問可能少一點 但是訊息提問所帶來的 那個學生的那個表達量 是多的 所以一定要讓他多說話 說話就是要問他一些 不是書上的問題 然後他又可以用書上的問題來 語法 把結構來回答 這是我們達到的目的 所以這兩個提問很重要 那這邊的提問是 所謂的溝音性提問 其實是這種 有的時候 老師會有一些策略 對不對 如果 他說了什麼 你沒聽懂 我說 剛剛開始說 他剛剛說 葉聰是不是 葉聰 我都沒聽懂 那我怎麼辦 我就說 葉聰 什麼叫葉聰 請你再說清楚一點 這一種的就是我們這邊所講的 就是要求說 要求說 我不懂 你告訴我 所以要葉聰 再說清楚 好 那或者有的時候呢 比方我說了 中秋節 中秋節 中秋節說 如果要吃月餅 中秋節 你懂不懂 你知道什麼是月餅嗎 你知道什麼是月餅嗎 因為我剛剛說了 你知道什麼是中秋節 你知道什麼是月餅嗎 這一種的提問 就是這種的這個 這個 這老師這樣說話 就是要不要理 就是理論 理論檢測 你確定理解 你知道嗎 你知道的意思是什麼嗎 這有一個解釋 那這一種的提問都是 老師 老師在教堂 教學會 會把會使用的一些 教學上 為了跟對方理解 跟溝通的一些提問 他不是教學裡面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在這個地方 這來的地方 那這個提問當然是 有學者做的研究 所以他這樣分享 也不是我發理的 所以他們就是做了這個研究 然後發現 如果你教室裡面的信息提問 比較多的時候 學生所說的說話量 他表現的話文 是比較長的 比較長 一直說下去 那還有呢 老師在問問題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一下 他問的淺層跟深層 呃 什麼問題比較簡單 處理班的問題很簡單 對不對 他的問題都是在 重複性的 你剛剛講的操練嘛 你的問了又問類似的 好 很簡單的 不動腦筋的才聽到 改換就好 那深層的是什麼 你必須要理解 然後要推理的 因為你還讀完這一課 讀完這一課 你告訴我 這一課 這個查的這一課裡面 中國人對查的觀念是怎麼樣 他書上說 他還好能理解 因為句子要去找一下 他才可以知道你的是理解 他動作囊急的 然後呢 你剛剛推理心的 這個 這個 你覺得未來 未來這個 茶 會不會跟咖啡一樣 再度的又受到中國人的幻影 你問的是他 他得去想想看 可能不可能 會不會 會不會 怎麼樣 那這個都是 但是 中級班的時候 比較有很利 就是 需要他去思考的問題 這就是我們講的這個 深層跟深層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所以你在 初級班的時候 不要問太難的問題 中級班的時候 不要問太笨的問題 中級班的時候 不要問太笨的問題 你不要問問很簡單的問題 而且最好不要問是非問 這個 這個東西很會 對不對 從這邊就說 對 還能說什麼 不能說啦 除非你後面說 這個東西為什麼這麼會 這比較好 對不對 聽你說 這個東西很會對不對 要說對 然後你還說為什麼 這種問題的方法 你不如直接給我拿出來 為什麼這個東西這麼會 為什麼 為什麼 他得去想一下 就比較像一個 這個 美理性的問題 他得去研究 為什麼這麼會 好 這個是我們講的這個 深層的難度跟理論 後面是簡單的 再整理一下 我們提問的原則 第一次 第一個 問問題要明確 一定要說 為什麼要問 或者 這個你問的問題要明確 第二個 符合學生語言水平 一樣的問題 你上課要 學生要問問題 學生更要聽得懂 所以問問題的時候 一定要比學生的 就是說那個語言的結構 跟用詞用詞 最好不要太高 因為你的目的 是讓他說話 他一定要先聽懂你的話 要有什麼 input 才有讓 output 他都聽不懂的話 你就別學了吧 對不對 你不要去展現 老師的語言 可以說 我把字字字句 長得漂亮一點 不需要簡單的講 簡單的問 而且 最好在提問裡面 我可以 我可以放生詞 可以放生詞 提問要有層次 由易到難 由封閉到開大 封閉就是我剛剛講的 封閉式 今天是星期幾 這種是封閉式的提問 春季班當然可以用 春季班就不必了 太簡單了 對不對 開放性的多問 就是為什麼 怎麼樣 你為什麼認為 這種是開放性 他必須要自己說 你覺得怎麼樣 這種的 好 再來就是 話題要 要引發話題 剛剛你講了很多次了 提問要淺白清楚 避免夾雜 大學就學過的詞文 好 長度適中 長度適中喔 你不要像 不要像這個 台灣的記憶 問問就是 欸 聽說你的 呃 然後 你又不看吧 講了三行 這個這個 講了一分鐘提問 然後呢 我早就忘了 他自己 不斷地去闡述他的想法 所以我們問問題的時候呢 回到我早上說的 我們人的記憶量 最好的是 七加減二啊 九啊 九總六 讀這個小姐 所以你的字 問他句子 不要以後悶三十個四十個字 不要這樣子問 都是簡單的問就好了 你認為 所以你回去看我的講義 我的提問 都是跟我們PPT上一行 不要幾十幾個字 所以變成口說的時候 他再有辦法 在短時間 抓到你要問的問題的重點 所以長度要適中 不要分太紮雜 跟太長的 然後問問題 最好不要消除 他的認知 跟文化 會有什麼 認知就是他不懂的 他不懂的不行 所以我剛剛講說 問的是什麼 安傑 莉娜 求莉 你嘴巴這樣說 他就沒辦法聽懂的 有照片 或是有拼音 因為 不是每人都必須 都必須認識他 所以剛剛我的照片 裡面不是有什麼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 幾個台灣 王力宏 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全世界 人都認識王力宏 非常多人不認識王力宏 那我放在那個地方 我講說他他他就好 名字不是最重要的 那如果你覺得重要 你要他能說名字 你就必須 在那個照片上面 給他名字 而且打上拼音 給他名字 給他名字 那我如果不給他名字的時候 我就是他他他就好 就是目的是這樣 所以不要認為 很多時候我常常聽到 有人教書 是 我上次看到一個人 教這個 教一個強人 他有一刻 就放了三張照片出來 三張照片 下面當然好 其實是阿瑞 還寫了 俄國總理 還寫了 王學鴻 三個字 王學鴻 王學鴻是誰 你知道嗎 HTC 多人沒念頭耶 好 就說 外國總理 絕對不知道 那三個字是誰 王學鴻 絕對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你要講HTC 他就會知道 你講王學鴻 一定沒有人知道 你要講HTC的老闆 所以 不要認為有些知識 是學生一定知道的 學生他不一定知道 你要不要忽略那個文化音素 所以你就要去設想看可能 不知道 不要拿一個國旗 這是哪個國家的國旗 我怎麼知道 我為什麼要知道那個國家的國旗啊 不是每個人都知道 不要把它當成定所當然 所以不要掏出去這個能力 如果這個年輕學生二十多歲 二十歲左右 你去問他結完婚禮後 學習問題 何天啊 他怎麼知道啊 是他超出能力 好 好 這是我剛剛提問的幾個原則 那後面就是我說怎麼樣 做到互動式的教學 所以關鍵在老師 老師你今天在課堂裡面 你應該像什麼 像我們講的 你要控制 對不對 控制課堂 導演 為什麼說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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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要下個導演 為什麼 還有呢 除了你導演說話之外 導演的護理師 教別人 表演啊 對不對 所以學生在我掌控是這樣 來 你們兩個 你是B 你是老闆 就有點像 我把這個教室當成一個表演的場所 你們得按照我的那個來做 對不對 控制 然後我們可以 角色辦理的時候 可能要導演 經理 從旁協助者 資源提供者 經理 比較關鍵 你可能要 鞋跟鞋 鞋跟鞋在一起 鞋跟鞋在一起 效果比較大 你好像要去從事一個 效率最大的工作 收穫最多的工作 所以老師要三次的角色 其實是蠻多的 然後你才可以引導 互動跟保持互動 引導互動跟保持互動 問問題很重要 活動很重要 就用這個 然後讓課程裡面 使用互動式的課程 而不是說大家都坐在這邊 聽老師說話 在語言課程裡面 大家都不動 不講話是最失敗的 所以語言課程裡面 讓學生 最多最多說話的時間 好 那 這個我就自己放出來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看看自己 是否能夠 是否能夠 能夠 能夠這個 融合這個 這個 這個目標 到或是理想 上個事情要 充分準備 OK 然後要能夠了解 這些需求 然後第三個 我覺得 第三個好 全部都好 好 第三個好 兩好的特色經營 只要全班都高高興興 然後呢 互相都沒有衝突 然後都覺得 嗯 我在余煥的氣氛之下 我學到了 好 很高高興興的 好 所以 你的知識豐富 可是你忽略了 同同同同儕之間 或者是 這個沒有創造 這個課堂和諧 其實 課堂只要你不和諧 然後失敗率會高 就會高 所以這也真的很重要 你說 那我怎麼讓他和諧 所以你就看老師囉 你要 對不對 肯定每一個人 然後要給每個人機會 重視每一個人的學習成果 然後要 安慰 鼓勵 好 每個人 你要針對他的 每一個人不同的地方去 鼓勵過去安慰 有的時候我該罵了就罵 那個男生可以罵了就罵他一下 然後讓別人覺得 欸 這個老師還是會有點無可的 甚至私底下的人就很好 好好講 你該用功啊 你要怎麼樣 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這個 恩慰病失 所以你就會讓學生覺得 老師真的關心我 後來他就示開 你不是只說我的好話 他會告訴我什麼地方不好喔 他就覺得 真的為他著想 這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後面 老師們 尤其是在話語老師的部分 你今天只要 接觸到不同的文化 人都免不了 就開始有一種 這個 比較的心態 或者是一種 說不定排斥 什麼的 中間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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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什麼都是文 就是文的話沒有對錯 也沒有好話 沒有人說 我的文化比你的文化好 只有 特別對不對 就不同 文化就是不同 所以我有時候上課的時候 常常說 老師你怎麼排斥 你怎麼在排斥 老師你們好奇怪 也什麼 我每次都說 文化文化 接受接受文化 就是台灣人的文化 接受就是這個樣子 就這樣的 有什麼好為什麼的 對不對 就是文化嘛 那我也覺得你奇怪啊 有的時候 可是我們不接受 接受 所以要讓他 接受這個文化 我們事實上 我們可以知道 在這種 第二年教學裡面 有一個理論 就是 對於這個 語言的文化 接受度 融合度 越高的人 他越靠近這個語言 他的學習成績 是越高的人 這個是非常簡單的一個理論 對不對 大家都可以了解 那我過去的經驗 也可以證明這件事情 語言學得非常好的學生 我覺得反應好 他的聰明天分大概是五分 可是你們會發現 他的接觸度非常高的時候 他什麼都能接受 我會聽到 我問你為什麼 就是這樣子啊 我就跟著說啊 然後呢 原人這麼做 台灣人這麼做 中國人這麼做 我就這麼做啊 對不對 因為人家的文化嘛 這種學生 他的語言成績都非常 就是學得非常的順 而且非常 而且你掌握得非常像 文語者 那就整天問你為什麼 為什麼 好奇怪好奇怪 什麼什麼的 這種學生都 有點抗拒的心態 好 就是不願意去接受 那通常他們都會選擇 怎麼講 就是 就是不倒位 就是不願望倒那個 那個感覺 那個 所以我有時候也是開放笑 那這不是我說的 我雖然很早學生就開始說過 其實我比較早說 可是余光中有天的 網上寫了一句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一句話 外國人要學好中文 現在從吃臭豆腐開始 我就照你們說 我每次跟學生說 你是不是吃臭豆腐 是不是 不行 每個人都要去吃臭豆腐 是不是 好 這是台灣的文化嘛 你去吃吃看 好 然後他們就拉拉拉 我夾一大堆 你看 就是各種理由 我說你以為這個 日本的辣豆很臭啊 臭死 我也覺得很臭 我為什麼敢說 因為我吃過 當然我只是不小心吃到 但是還是很臭啊 對不對 還是很臭啊 可是我吃過 我才跟你說 我還真不喜歡那個辣豆 所以每次講臭豆腐 我說你以為你的辣豆很好吃嗎 辣豆對我來說也很臭嗎 那韓國人還問到 我說你以為有沒有韓國人 整次的湯 你的湯也很臭 你有沒有好奇嗎 沒有那麼巧 我也吃過 所以我就說 你要去做了就才有辦法 去讓他知道 文化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我覺得要開闊心胸 心胸 然後這個高度熱誠 這個真的很需要 不要不要 當然是你的專業 專業就是要吸收的 就是需要 好 最後我想說 如果學生碰到 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剛剛其實我們早上 已經陸陸續續大概說過了 那學生 發音聲調不准 你怎麼辦 要想想看 因為發音不准的時候 會吃虎一大堆 要錯虎一大堆 也會鬧笑話 會鬧笑話 所以這個你要想看 要耐心的慢慢的糾正它 字記不住寫不出來怎麼辦 愛疑疵發問 酸牛角節 怎麼辦 學生說 為什麼 為什麼為什麼 上課的時候一直問為什麼 你怎麼辦 就讓他混了 怎麼辦 你一定會混 一定會混 怎麼辦呢 咦 我們都出手無刺啊 不會吧 對 一定要支持它 要說這個問題跟客上 跟客上無關的 一定要支持它 下課賽 要不然別人就翻臉了 好 別人不會認為說 他問問題 對我有幫助 因為想說問題跟我們無關 浪費我們的時間 所以一定要控制一下 好 還有 不主動發表 不說話的怎麼辦 你們想想看 要 一定要製造機會 好 太愛講話 再用別人的時間 好 好 我昨天下課 比如說那個B班的送我禮物 送完我禮物 就跟了幾個學生談一下 就有三個學生 兩個學生在那邊等我 然後希望我們等 然後教育在那邊等我 然後我就說 我剛剛跟其中四五個兩個原因 是因為 我們一年級分A B C三班 因為這個語言長度不同 我們分A B C三班 那二年級我們只分AB班 那我們就是 要決定哪一個B班 能升到A班去 然後生產就能夠到B班 跟C班合起來 所以B班又叫B班 所以B班就會有人出去 就分開 B班會分成兩班 也不一定是兩班 就分開 然後我昨天就跟幾個 我認為好 我程度夠了 就把他升到B班去 我們剛剛那邊談 就說 你們幾個下學期 選二個學生B班 我就把他放到B班去 然後 這幾個談完之後呢 就一個女生等我 一個英國女生等我 我說 老師 誰誰誰三個級還在B班嗎 我說對耶 我說我剛剛跟他談 我本來希望他升到B班去 他程度還可以 講話都還不錯 他是可以免B班的 可是我剛剛當場問他 他說他不要 因為他不要 他說我多嫌不好 多嫌不好 因為這個美國人 我這樣講 有點種族歧視 但是美國人 鼓的還真不少 然後呢 他就 他就說不要 我說好不要帥 我專門用去搶他 結果他就留在B班 所以那個英國女生 就問我說老師 老師 這個人下面其實不在B班 不錯對 他說老師我們可以到C班去 他媽媽就說 老師我不要跟他一班 什麼什麼的 我說沒有辦法 這是兩班啦 那這個女生程度也沒有辦法 學A班 也沒有辦法 那我說怎麼了 他就說 他上課的時候 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老師我不要聽他講話 他一直講話 就是講話講太多 讓人家煩 煩了很久了 你知道嗎 我就說這個問題啊 在其中的時候 就有另外兩個學生 來跟我說過 不是我的課 不是我的課 我的課我不會讓他講 我的課我就直接 你就不讓他說 所以他在我的課上很安憤 我也叫這個 我覺得在我的課很安憤的 是另外一個同學課 那我就說怎麼辦呢 我已經跟那個同學課老師 說過一次欸 我說我跟那個老師當面說 我為什麼說我去說 因為我是導師 我是導師 所以我就說 我就跟那個老師說過 那個老師也說怎麼辦 他很愛講話 他有時候 那老師有點咳了起來 然後那是其中音的時候 然後到其中 這個就是你受了 就跟我講說怎麼辦 就是因為他太愛講話 然後又不知道自己控制 其實就會造成一種別人的壓力 那其他學生沒有來反應 當然有 可是亞洲學生共同的問題就是 不想講 不想講 不想來跟我抱怨 有時候就是 有機會他才會跟我講 會特地特地跑來跟我講 所以這就是一個問題 但你就要講 怎麼控制這個學生 其實這個問題蠻大的 雖然你只是講講話 講講話不見得 因為你老師不處理 最後他會怪罪到老師身上 我覺得老師會怎麼放任他名字 你沒有錯 我會不會切你 對這個老師自己而注意 在最下面 比方說 不尊重他人的文化 或者是 不尊重老師 不尊重老師的專業 更相信朋友跟字典 然後上課的時候 他的字典 他插得跟什麼一樣 然後我說 有的時候他說 老師這個可不可以用 我說不行啊 或者這麼用 我的字典上說 字典上說可以 我剛開始我都會忍耐 到後來我會把他提起 尤其是同一個人我就會把他提起 或是真的把他提起 我說 把你字典丟掉了 我常常說 他說字典上說 我說絕對不對 把你字典丟掉 我常常用了個爛字 有很多詞 他的用法上面會 會出現一些 字典上 我想我們都有經驗 字典上的解釋 跟你實際用在去 會有差異 那他們都有說 所以我說 字典上字 跟字典上字 那你要下去玩 下去字典 有些學生還是 感不願的 但是我不管 我相信有錯 所以你的專業要支持你去 讓學生走到一個 證明的路上面 有一天上課的時候 一個學生跟我說 永種 他用永種 永種 永種 永種用在什麼方面呢 永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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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材吧 對不對 然後呢 明明這個文章裡面 是永種 是身材 他說 豁大解釋 他說 如果公司 人太多 公司在他裡面說 公司永種 他說 他說 不行耶 我說不行啊 公司怎麼可以永種 我說不行 我說只有人才可以永種 他說 我在字典上查到了 他說有 我查到有 查到有 這樣子啊 公司永種 我說真的嗎 真的有嗎 然後後來我想 在網路上查一大門 我說好 他現在會再告訴我 再告訴我 結果呢 當然不相信啊 那我現在講的 沒有人相信公司永種 是合理的嘛 對不對 我說至少我們沒有 然後後來我想一下 我就想 嗯 嗯 會不會大門公司永種 你知道嗎 可以對不對 啊 機構永種 他們可以 後來我想 嗯 可能是 我說 我說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大門的用法 台灣不會怎麼用 我也說明了 後來說明了 結果這個學生就是 就是這樣 就就是說 明明就可以用 你為什麼跟我說可以用 好 後來 因為就是 就是母王啊 就是姿勢甚高 他會在那邊 我心講 你沒有講 所以那邊就用了 就跟台灣講說 我輸你有沒有用 我就懶著講 我真的懶著講 因為他就是不相信 我所說的 我就算了 因為我覺得這沒什麼好講 等你碰到 你去用的時候 碰到另外一個台灣人 跟你說壞的時候 他可能回頭會想 這個話老師跟我說 他死不行嗎 那就算了最便 那這種時候呢 就是太不尊 尊重老師那個專業的時候 也會有點生氣 可是呢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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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他自己去撞到牆 好 那就是我今天大概到最後 是這樣子 也沒有什麼可討論的 因為你們也都不講話 而且呢 時間也到了 好 那有沒有問題 真的有沒有問題 需要再問呢 呃 我也不知道你們到底 是 我覺得我們是非常理論的 心裡不要 一直講 所以 呃 在實務上的實 這個實際上的實務上面 希望你要自己去操練 自己要操練 你要自己去把那個原則 把它做出來才有辦法知道 怎麼樣做 我只是告訴你們 想做一下 做比較好的 你要自己去把自己去使用 好 沒問題 都沒問題嗎 沒問題 好 我們下課囉 好 謝謝